男生是我當時人生是比較 脆弱的時候 就那時候比較滴潮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去 餐酒館的時候 然後就認識到這個男生 然後這個男生 他就是長得滿帥的這樣子 你也知道我們就是很容易 對 以貌取人 女騙了 沒錯 然後他就是很照顧我這樣子 然後當下就認識了這個男生 在那個餐酒館 然後他是那一家店的店員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是對我 真的是虛寒問暖到不行 簡訊就是從你早上起來 早安什麼的 然後... 你要關心你的行程 然後重點是 他那時候就是會去關注我的社群網站 就是他可能會看說 你今天出外景 然後按讚這樣子 然後就說 你今天穿這樣滿好看的 你今天按讚 對 他就說 你今天去吃什麼什麼餐廳 就是他會一直關注 Follow你的每一個動態 然後就開始覺得說 這個男生好像很積極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當然就是 每天都會叫你說 來我店 你找我 來...這樣 然後我想說 剛開始就有一點可能就是 有點不想要回他訊息 或什麼 就有時候可能沒回到 你都沒有懷疑他需要業績 有一點懷疑 那時候還是有一點清醒 那時候我想說 想要找我 摳客嗎 你想要找我去幫你充業績嗎 所以我就有時候可能 沒有那麼快回他訊息 這個天仙人就會超生氣 他就會說 好 你都不要回 怎麼樣 我是空氣嗎 他是這樣子的就對了 他會這樣子 氣噗噗 這麼氣啊 就是有點氣噗噗 對 因為就是他可能前面 就會一直傳訊息給你 那我可能稍微不回一下 可能半小時 一個小時 他就會很生氣 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都不回我 你在幹嘛 你在忙什麼 可是你知道雙魚 其實喜歡這種感覺 就是有一種很被在乎 你懂嗎 就是好像 我懂 他有情緒 你也有情緒了 不要講雙魚 對 我講 我懂 你去講 雙魚女 對 我們就喜歡這種 好像話 就是他好嘗試 就好想要你回他訊息什麼的 所以後來我就越來越 在意這個男生 我就真的會去他店裡找他 結果去他店裡找他的時候 這時候他就是會 你知道天仙男很會 他就說 來一杯小優的特調 就我在那家店 我有我名字 這麼用心 然後重點是 就是可能店裡有其他人 只有我有他親自煎的牛排 他就是會讓我覺得 就是只有我 最獨特 對 好 然後這個男生他除了 就是常常約我之外 他還很喜歡打麻將 就是很愛國粹這樣子 剛好這也是我的興趣 然後我們當時真的是很瘋狂 可能就是一個禮拜 會約個五天 然後都打 你也在打就對了 都打到天亮 然後他就會載我回家 因為他是騎機車這樣子 然後他那時候載我回家的時候 而且我記得他騎的是那種 就是類似野狼之類的 然後因為你知道 那時候還在曖昧 女生就會稍微 可能抓旁邊什麼的 然後天仙男就會很霸氣的 把我的手給撞起來 放進他的口袋 有沒有 我的少女時代 然後就放進他的口袋 然後就覺得 這就是戀愛 很Man有沒有 對 然後就大概這樣持續了 大概半年 然後都一直 就好像滿開心 覺得應該要在一起 就是好像整個過程都很不錯 但這個時候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換了一間店 從他換了一間店以後 很奇怪 他換了那間店以後 開始是他不回我訊息了 然後就想說有這麼忙嗎 然後你這時候就會打個電話 也不接 結果不接 然後也不回訊息 然後這時候 心中就會有一些小劇場 想說我怎麼那麼忙 然後好奇怪 然後這時候我就開始滑手機 怎麼他都沒有幫我按讚的 對 在意按讚 他到底是粉絲還是劇場 沒有讚 不是 以前都會關注他 到哪裡都會 現在都沒有了 對 以前是真的每一天 他都會按讚 每天都會就是留個言 或什麼的 然後現在看奇怪 那些讚怎麼都沒有 而且因為我特別在意他 我就會去看他的帳號 真的都沒有按了 可是因為我特別在意他 我就去看他的帳號 他不是很忙嗎 發現他沒有幫我按讚就算了 他怎麼都去幫別人按讚 就是他其實是有在滑手機的 於是我就去下新的店找他 結果發現我一去 裡面的妹妹都超正 真的 他面前圍了一群妹子 然後就這樣 都穿很辣 細肩帶來滑下來這樣子 然後就 滑下來 然後我發現真的很像 我們明明距離很近 但他好像看不到我 大概有兩個小時 我跟他講不到一句話 就是那個落差 看不到你真的滿恐怖的 還是因為那是弄力的 那是鬼故事的部分 沒有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怎麼有一讚了 沒有讚了 對 然後是不是就開始心中 比較覺得怪怪的 不過他那時候就是要生日 我想說我還是要就是 扮演好一個 跟他這種好友好的關係的角色 所以我就去他生日 還送他一個不錯的禮物 而且當天他生日 因為是他召集了很多他的好朋友 我還擔任了攝影師 結果我還帶我的單眼 幫他拍照 就好像一個小女主人的感覺 瞧那個局 對 瞧那個局 就說那誰還沒來什麼 我去接他這樣子 但是在他生日那一天 又像那一天酒吧一樣 他眼中好像沒有我 他都一直在關心 店外一群女生 就是很漂亮 細肩都在滑下來那一群女生 沒有細肩帶 但是你也知道 女生是第六感很準的人 就會發現好像 特別照顧其中一個 然後 肩帶特別細的那一個 對 特別細 特別辣的那一個 然後這時候就是生日要大合照 因為他真的請了很多朋友 大概二 三十個 我覺得大合照 但因為他就是比較醉 他在後面 我在前面 因為我要照會 我在前面這樣子 後來回去看這張照片 不看還好 一看 發現那個最細肩帶的女生 勾著我那個 天鞋座男生的脖子 就他們是 就是你懂嗎 Ami那個 就是這樣子 他們是這樣洪框的畫面 我一個人在最下面那個腳 然後我就覺得 看到照照照照照片 其實心有一點 覺得怎麼了 他就是正宮 你才是小三 然後我當天就結束以後 我就覺得很不對勁 但是這個男生 真的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 他就怎麼 就好像真的就中間了 跟陌生人一樣 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質問這個天蠍腦 我就說 請問一下現在是什麼意思 然後那男生就打點點點問號這樣 我才問號吧 你什麼意思 你就這樣消失在世界上 然後我就說 所以現在是 然後男生就回我說 所以你這樣前前後後 多長的時間 就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可是半年就只是 還是你自己在泡泡裡 可是前面真的是 對 我看到台口說 妳是他的女朋友嗎 但是就是他的朋友 都會覺得我們好像在一起的感覺 有嗎 但是我要講 反正後來我覺得也沒關係 他就說要退回朋友 我就自己很難過對不對 但是我就去 你知道女生很厲害 我就去找到那個 那個當天跟他 矽間代的女生 對 那個矽間代女生的 社群網站這樣子 我發現他們根本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多久 在一起大概就是 好像從生日那時候就差不多 然後我就突然就覺得 就是這整段 好像我真的是一個人在那邊 就覺得好多泡泡 好像是妳一頭熱的 對 我真的就是妳的問題 沒有 我也覺得 我跟你講 哪一些男生 對妳做的那些浪漫的行為 有哪一些 騎摩托車下雨 搬的時候放在口袋 對 調酒 對 就沒有別的 就沒有 沒有 妳的意思是說 這些都很正常 太特條 那妳要不要去那個新的店 開一個菜 那就發現有個Mary特條 Stephanie特條 對啊 對 有好多別的名字的特條 也許有 對啊 搞不好妳那個 只是換名字 但事實上每個特條都是這樣 妳們不要這樣 那時候真的很難過 會不會是她習慣 對很多女生都這樣 有可能 我覺得她自己泡泡太多了 有一點多 妳被泡泡遮光了眼睛 不然妳會保持一下冷靜 可能是 再來就是 妳把所有細肩帶的肩帶都剪掉 我專不穿肩帶 真的耶 沒肩帶 沒有肩帶 死不穿 我會被泡沙瀆 還有一些 我有一幫人 女人 會告訴我 那些肩帶 好 我覺得 她自己泡沙瀆 妳 不是